我們都知道皮克斯 選擇在動畫裡面藏下一部作品的彩蛋 而在這個販賣機裡面 就有出現下一部作品 元素方程式的包裝圖案喔 而在被機器人追殺的畫面也可以看到 巴斯飛船的形狀就是三眼怪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巴斯光年終於上映了 那這一部電影呢 是皮克斯第一部IMAX版本的電影 我看完之後真的是非常喜歡 整個是被巴斯還有那個Saxx貓貓圈粉耶 有夠可愛的 而且他前半段還會有一種 在看宇宙版阿湯哥和魏戰士的感覺 真的超帥 Saxx Let's break this hyper speed barrier Get everyone home 你們知道過去這集的皮克斯動畫啊 像是 靈魂急轉彎啊 還有路卡的夏天 或者是青春養成季 都是直接上在DC Plus 然後沒有在電影院播出 真的是很可惜 因為很多小細節或是壯觀的場景 你都沒有辦法在大螢幕上面看到 所以這一部真的推薦大家一定要去戲院看 我自己覺得他的那個畫面真的是蠻漂亮的 那還沒有看過電影的朋友 記得先看完電影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會被我爆雷爆光光哦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今天來的Holy Share就是 巴斯光年終於彩蛋 還有致敬畫面 雪莉姐要來說故事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DC的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日常 跟我們分享哦 那在這一部的電影開頭 就有寫說 巴斯光年是安迪最愛的電影主角 而那部電影就是接下來 你們正在看的這一部哦 那我知道其實很多國家的人 沒有辦法看到 巴斯光年這一部作品 所以我就盡量把我自己的劇情 分享給大家 然後就會一邊說故事 然後一邊跟你們說致敬彩蛋 那故事的一開始 飛船的所有人都是處於休眠狀態 不過突然飛船檢測到附近有新的星球 所以喚醒了巴斯 來決定要按照原本的計畫往前走 還是直接飛到這顆新的星球探索一下 而巴斯猶豫了一下之後 就決定要去新的星球一探究竟 那其實這個開場設定 就是在致敬1979年的疫情開場哦 不過這個按按鈕的地方 會讓我想到有餘遊戲耶 就是有一種像是 決定你未來的按鈕的感覺 好啦那在到了新的星球之後 巴斯又穿著裝備到新的星球上偵查 那這邊他隔著頭盔看出去的視角 就是在致敬玩具總動員 一開始巴斯行過來的這個畫面哦 接著他就習慣性能用口述的方式 記錄自己的任務日誌 然後還說出這裡的地形有點不穩 其實這個台詞 也一樣是在致敬玩具總動員啦 地圖好像有點不穩定 如果空氣還能夠吸引 那正當他覺得自己很帥氣的時候 他的隊友兼好友愛麗莎就出現了 只是在做任務証 你都知道沒有人會聽到這個 我知道 寫詞幫我專注 順帶一提巴斯這個角色 是由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配音的 他也有透露說他在配音的時候 會刻意壓低自己的聲線 才能營造出巴斯沉穩的特質 所以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可以就是很明顯的發現 巴斯很認真在講話 或是在耍帥的時候 他的聲音就是很低沉很Man 然後如果是在危急時刻 或是在講屁話的時候 他的聲音就是克里斯伊凡的聲音 -你把你的聲音更深入了嗎? -我不是 -他又再做了 -這是我的聲音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手臂上的火箭標誌 其實這個上面的火箭 就是前面那顆大頭菜太空船 而這個太空船的造型 就是在最近ET裡面的飛船喔 然後就連LOGO也是跟ET有關 因為這個三條線的圖案 是在致進亞達利遊戲公司 但很搞笑的是 因為當時這個公司砸了重金 然後去跟ET他們買版權 然後做成遊戲 但是呢因為BUG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被稱為 然後亞達利就把賣不出去的遊戲卡 全部埋到墨西哥的沙漠 而這件事情在當時 還造成亞達利公司名聲壞掉 變成一個遊戲業的巨大黑歷史 結果過了好幾年 還被XBOX的團隊挖出來 拍成紀錄片 怎麼會有一種 把人家傷口扒開的感覺啊 接著巴斯跟愛麗莎 就繼續探索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兩個人的對話中 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巴斯的個性就是充滿責任跟榮譽感 然後也不喜歡團隊合作 順帶一提 在這邊巴斯所使用的類似光劍的武器 就是在向星際大戰致敬喔 那之後巴斯就傻眼 一直拒絕跟菜鳥一起行動 然後還說 我不要看他 他有水汪汪的眼睛跟貓咪一樣 他應該是覺得就是 有水汪汪眼睛的人就是犯什麼錯 然後你只要看到他就 好啦 心軟 然後原諒他 之後巴斯就很認真跟菜鳥說 要好好對待這件制服啊 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之類的 - 看 律師 - 首先 - 妳不會說話 - 還在說話 - 第二 - 尊重這個衣服 - 這個衣服 - 代表什麼 然後旁邊的艾麗莎 還故意放很激昂的音樂 幫她營造氣氛 - 無論價值 - 妳會永遠離開 - 任何其他宣傳你 - 妳會永遠離開 - 妳會永遠離開 - 哈哈哈哈 - 真是太容易了 - 妳在罵我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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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巴斯說的這句台詞呢 其實也是在呼應 他在玩具總動員裡面講過的台詞喔 - 妳在罵我嗎 - 妳在罵我嗎 - 喔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在這邊的水汪汪眼睛 也是在暗示之後的Sax即將出現 而且這個眼睛 真的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邪貓劍客耶 - 史萊克 - 喔來吧 Dunky 看他 之後外星植物就開始想要攻擊他們 所以巴斯跟愛麗莎就開啟了隱形模式 一路跑回太空船上 但是隱形模式有時間限制 所以他們只好使用B計畫 直接PK外星生物 - 走 - 而且這邊他們兩個人真的超有默契 喝醋無間很帥耶 結果他們好不容易跑到船上之後 發現菜鳥不見了 - 哪裡是 - 救命 - 救命 - 救命 所以巴斯只好衝過去救他 而且他邊跑的時候還邊錄那個日誌 超忙的 - 聖帝和堡壇已被捕捉了船員 - 被捕捉了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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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他把那個 菜鳥飛在身上 然後這樣跑的時候超帥的 - 怎麼飛得動 然後大家上船之後 巴斯就就駕駛飛船 - 離開這個鬼地方 - 你要救我嗎? - 負責 - 你確定嗎? - 我是Buzz Lightyear - 我永遠都會有 而這句台詞也是在玩總2裡面 - 他講過的話哦 - 我是Buzz Lightyear - 我永遠都會有 然後在他講完這句台詞之後 - 太空船就被撞毀了 - 喔不 - 然後因為太空船壞掉了 - 所以他只要把船上其他1000多位成員叫醒 - 想辦法這張燃料修好太空船 - 這時候巴斯就很自責 - 覺得這一切都是他的錯 - 所以他就想要辭職負責 - 但是他的好友愛妮莎就告訴他 - 只有你才可以測試出完美的燃料 - 團隊不能沒有你啊 - 然後就開啟了接下來的故事 - 然後在經過了一年之後 - 他們終於要進行第一次測試超速是非 - 然後巴斯跟POPPOP的工作人員 - 到了燃料的調配室 - 這邊機器人就調出了燃料給巴斯 - 那這個水晶燃料呢 - 也是在致敬星際大戰外傳的韓索羅 - 因為他們那邊也有一種很珍貴 - 然後又很罕見的燃料叫做科亞西 - 一樣可以當作興建的能源哦 - 人們還會用氧化的燃料嗎 - 如果你有發現有氧化的燃料 - 那我們有雙A - 那在艾莉莎把燃料裝進飛船之後 - 就跟巴斯道比 - 至極限度 - 至極限度 - 而這個手碰手的姿勢 - 也是在最近ET - 然後在這邊巴斯有一個小動作 - 就是因為他的語音助手有點接觸不良 - 所以他就把他拔起來 - 然後對他吹了一下 - 導演說這個其實是在至今任天堂紅白機 - 因為有玩過的人都知道 - 如果接觸不良的話 - 只要吹一下把灰塵吹掉 - 就可以解決這個小BUG了 - 但是有做過這件事的人 - 話說我覺得第一次吃飛真的很帥耶 - 覺得有點像是 - 阿湯哥捍衛戰士的感覺 - 在看的時候覺得 - 好熱血喔 - 阿湯哥裡面不是有個人這樣子嗎 - 然後這樣蹲下來這樣 - 結果沒有看到這個 - 我只有看到就是這樣子 - 飛船過來過來 順帶一提 -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 這個星球上的植物 - 都很喜歡捲人家的腳 - 其實這個就是在向星際大戰的 - 垃圾壓縮機直徑喔 - 至極限度 - 還有 - 啊我們在坡壁上的坡壁 - 謝謝 - 那接下來巴斯飛到外太空之後 在這個地方還可以看到 星星排成跳跳台燈的形狀 之後巴斯按下了光速發射 HyperDrive的按鈕 那這一幕超空間HyperSpace 也是在接近星際大戰的光速畫面 這個地方用IMAX看真的超爽的 - 啊我被吸進去了 不過呢因為一些小問題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完成任務 然後任務失敗的巴斯 又再度回到那個星球上面 但是下船之後巴斯卻發現 當初那一位胖胖的工作人員 已經長了鬍子 然後他這時候才發現 因為時間膨脹的關係 所以他去外太空的這四分鐘 在這邊已經過了四年 任務失敗的巴斯 就很失落的回到房間 然後在房門外遇到的愛麗莎 發現她的無名字已經帶上了婚戒 巴斯這才知道 愛麗莎已經跟另外一位伴侶結婚了 那也因為這個同性議題 讓巴斯光年這部電影 在很多國家沒有辦法上映 但迪士尼非常有GOTS 他們拒絕剪輯任何跟同性議題相關的畫面 堅持要在所有市場按照原版播出 我那時候看完適應的時候 然後就很多馬來西亞的粉絲都密我 我說我們都看不到 然後就一直跟我哭訴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做出來 給我的雪特有沒有看到 雪特就是我粉絲的名字 你也想要當我的雪特嗎 加我的IG 好啦 那巴斯進了房間之後 就發現地上有一個愛麗莎給她的箱子 然後打開之後 就換可愛的貓貓Sox登場啦 這邊巴斯下刀之後 還擺出了招牌空手道姿勢 這也就是在玩中裡面 巴斯玩具的功能 有空手道動作的由來啦 -我是Sox -你的個人伴侶 robot -我的什麼? -我被寄出了星星擁機 -把你的情緒轉移動 -你的時間離開 -哦 -那你很值得的 而且那隻貓咪超可愛 還會在他的腳邊弄來弄來弄來 然後就這樣 -嗯 -我是你的安撫機器人 -我是負責安撫你的情緒的 那在巴斯睡了一覺醒來之後 他就覺得自己必須要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他就起身準備第二次超速試飛 -這是我的錯 -我必須做得正確 之後他每回來一次 然後畫面就會帶到愛麗莎他們一家人 從懷孕到他們的兒子出生 然後到兒子長大後畢業 跟另一半結婚 之後還生了愛麗莎的孫女一起 在這短短的幾幕畫面 就可以讓觀眾感覺到 然後巴斯的夥伴就漸漸老去 而巴斯卻是停留在當時 一清想要彌補過錯的那位駕駛員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巴斯也有請薩克斯在房間裡面 研究完美的燃料比例 但過了好幾年也都沒有什麼消息 而其中一次巴斯回來 見到變老的愛麗莎之後 在旁邊的白板上就可以看到 他們早就要有製作雷射護網的計畫 而最後一次巴斯回來打開門 卻已經看不到他的好友了 只看到了愛麗莎坐上留下的遺言 還有他們當時年輕的合照 而愛麗莎也在最後 比出了他和巴斯專屬的手勢 這一整齣電影也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原來動畫中巴斯最想講的一句台詞 就是因為背後這一段 跨越數十年時空的感人友誼啊 - 到極度 - 到極度 - 到極度 之後新任的指揮官Burnside 就進來跟巴斯說 他們已經決定不再需要超速是非 然後就打開了雷射護網的展示圖給巴斯看 然後這個也呼應了我們第一個彩蛋 讓我們彩蛋晚一點再說 之後那個指揮官就跟巴斯說 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你可以去休息了 好好的安享天年吧 然後巴斯回到房間之後 貓咪就跑過來跟他聊天 而在巴斯離開的這段期間 貓貓Sax已經解開了調配燃料完美比例 然後這時呢就有人來敲門說 因為巴斯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們要把貓貓收回去 然後巴斯愣了一下之後就說 好吧那你籠子給我 然後讓我來 再來就把門關起來之後 下一秒他就快速的打破窗戶 然後帶著貓貓逃走了 然後因為有了這個完美的燃料比例 所以巴斯覺得一定要再試試看 就跑去換上橘色的太空衣 那這個裝扮就是在致敬星際大戰 陸克天行者的飛行員裝扮喔 接著巴斯就開著太風船 準備要升上外太空 但是這時的指揮官的手下門 就跑過來阻止他 然後控制中心也禁止他飛去外太空 - 把門關起來 - 把門關起來 - 他不會去任何地方 不過薩克斯在這邊派上用場 他用他的尾巴連接太空船 篡改資料 讓巴斯可以順利出發 然後這邊貓貓用尾巴當傳輸線 也是在最近星際大戰中的R2D2 因為他也很常用他的機器手當傳輸線啊 - 燈光燈 燈光燈 - 燈光燈 - 知道你能聽到我 - 回到船上的船上 - 現在 - 或是你幫我 - 糟了 - 讓我們破壞這個速度的階段 - 把大家帶回家 而巴斯到了外太空之後 終於用這次完美的燃料比例 成功達到100%的超高速飛行 而且我覺得太空船超可愛 他還放材質砲幫他慶祝耶 不過呢在高線的同時 太空船卻失控 所以巴斯就努力的想要讓船 迫降在一個陰森的地方 - 那是超級可惡的 - 還在下船之後 巴斯又對著手臂呼叫總部 - 輸入星球隊 - 輸入星球隊 - 為什麼他們不回答 而這個也就是在致敬玩總裡面 巴斯一開始說的台詞哦 - 輸入星球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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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什麼他們不回答 之後巴斯被愛麗莎的孫女一起撞飛 因為太空船旁邊有一台黃色機器人 少沒有玩太空船之後 就把太空船一起瞬間移動帶走了 那這邊這一台黃色機器人的造型 也是在最近玩具總動員2裡面 包包龍跟巴斯 在玩完電動裡面的機器人哦 而這時的貓貓薩斯就說 他們剛剛已經離開了22年 傻眼的巴斯沒有想到自己才出去一下子回來 卻已經過了這麼久 然後一起告訴巴斯 10天之前有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他們上方 然後還派了黃色機器人攻擊他們 之後他就把指揮官短暫的片段秀給巴斯看 接著貓貓就覺得一起需要被療癒一下 所以就跑去依齊那邊撒嬌 而且依齊還把薩克斯弄到發出呼噜聲 -來吧 不要破壞我的孩子 -他在喊喊他喜歡的 -薩克斯你喜歡的嗎 -我喜歡 那時候看到那個貓貓就覺得超可愛的 竟然還會有呼噜聲 超可愛 難怪有人會說 薩克斯是皮克斯目前做過最好的配角 之後依齊就帶著巴斯去到他們的基地 認識其他的夥伴 然後還提想辦法解決天空的飛船 -等下 妳怎麼知道《Operation Thunder Spirit》 我從頭到尾都讀了我的媽媽的空洞範圍書 從頭到尾 二次 那在這邊也可以看到一個機器人 Derek 其實他跟燃料桃配式的機器人是同一系列的 但是因為這一台可能比較笨所以被淘汰了 之後 Derek 就在戶外為他們講解最佳路線 但是講了好幾次都是會害死人的路線 這次所有人就放棄聽他說話 然後到旁邊整理裝備 然後巴斯才發現他們這幾個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菜逼巴 真的是比菜鳥還要不如 所以巴斯就打算自己一個人行動 不過呢就在這時候 黃色機器人就找到巴斯 然後一秒就把人家抓走 正當巴斯被機器人抓走的時候 其他的夥伴們整個就是雷到不行 每一個人都幫不上忙 -你那邊抓他 -你那邊抓我了 -你那邊抓我了 不過最後還是靠著老莫誤打誤撞 打中機器人的要害 讓他暫時癱瘓 順帶一提這個老莫的配音員 就是索爾市的導演 泰康瓦提提配的 難怪會有一股莫名的喜感啊 -這挺酷的 之後他們來到一間充滿外星蟲蟲的倉庫 然後巴斯發現了他的舊的太空衣 穿上去之後還擺出了幾個空手道的pose 然後菜菜鳥們又出現 說他一起幫忙打擊壞人 -我看到了 -我來抓你 -我來抓你 -我沒抓你 -你去哪裡了 -我抓你 -我抱歉 -雖然巴斯千百萬個不願意 但是呢 在他們準備要分到揚鑣的時候 蟲蟲大軍就甦醒 要攻擊所有人 -你避免我的視頻 -抱歉 -這個比較好嗎 -好嗎 -好嗎 然後因為他們的引擎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巴斯又不得已 只好讓他們全部躲進太空船 然後讓他們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來把所有人帶回家 -我還覺得我需要一個架子 -不不不 -你夾你的架子 -我們要去空間嗎 -我可以看到星星 -這就是空間 -現在什麼事 -她害怕的空間 -她應該是 -這可可 不過呢 因為太空船缺少某一個能源 所以他們就先到了一個老舊的礦坑拿 然後過程中 還不小心觸動某個抓壞人的裝置 害大家被困在透明的三角錐裡面 然後最後是靠著大家的團結 才順便拿到東西 那這邊的三角錐也是在致電玩中裡面 玩具們過馬路的畫面喔 再來拿完之後 他們還在裡面就是一個販賣機 然後買那個三明治來吃 不過呢 這邊有一個很酷的點 就是我們都知道 皮克斯喜歡在動畫裡面藏下一部作品的彩蛋 而在這個販賣機裡面 就有出現下一部作品 -原素方程式的包裝圖案喔 那他們在拿到東西之後 又被機器人追殺 然後過程中 一起來不小心按錯按鈕 讓水晶燃料噴出去 不僅害飛船墜毀到地面 還害巴斯被札克抓走 真的是多災多難啊 而在被機器人追殺的畫面也可以看到 巴斯飛船的形狀就是三眼怪喔 其實之前就有很多人問導演說 這一次會不會出現三眼怪啊 或是胡迪之類的角色 然後導演就有說 當然會加入啊 因為畢竟披薩星球車也是主要贊助商 而在追逐的過程中 巴斯也意外的把雷射光束 放在自己的手上方便使用 這也就是玩種裡面 巴斯玩具上雷射功能的流來喔 那在巴斯被抓上札克飛船之後 終於見到札克本人 經過一陣打鬥之後 才發現札克竟然是老年的巴斯 -What? 而且巴斯一看到他還說 -得?老爸? -I am your father -NO! 那在這邊老巴斯跟年輕巴斯互打的片段 也剛好跟美隊的克里斯伊凡 在漫威裡面 自己跟自己PK的橋段不謀而合 真的是非常巧呢 -我可以做這整天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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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帶一提 所以當演麥克林有說 這一次札克的外觀 就是在最近激動警察 還有鋼彈系列的作品 而配音員也找來了 在漫威飾薩諾斯的 喬許布洛林的爸爸 詹姆斯布洛林來擔任 然後詹姆斯還有說 為了要讓自己的聲音更像反派 他還特地去看了兒子 演薩諾斯的畫面 來當教科書 參考參考喔 -我就是 -不可能 那在兩個巴斯聊天之後 就發現老巴斯也是一樣 偷了飛船出航 但是因為水晶燃料快要沒有了 只好來找年輕的巴斯 希望可以藉由他手上的燃料 飛回到過去改變未來 但是我們年輕版的巴斯 他就突然想到 現在大家都過得很幸福 如果回到過去改變 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吧 所以他就拒絕了把水晶燃料給老巴斯 但是年輕的巴斯 光光自己的力量是打不贏他的 所以他就被綁住 而且水晶燃料也被老巴斯占為己有 不過這時待在地面上的菜菜鳥 就突然想到 可以利用之前的黃色機器人 以留在飛船上的傳送器 一起到札克飛船拯救巴斯 所以他們三個人就分工合作 老木跟達比去阻止機器人 然後一一起去拯救巴斯 躲回水晶燃料 -那是很多空間 然後這個過程中 又有出現一個殘破不堪的老薩克斯 然後他就是射了麻醉藥 在那個老巴斯身上 然後這邊的老薩克斯的外觀 我覺得有點像魔鬼終結者 就是一半是貓臉 然後一半是機器臉 接著年輕的巴斯 就打算要炸毀這一艘具有威脅性的飛船 所以就設定了倒數計時器 但是在一陣混亂之後 所有的菜菜鳥他們就已經上了飛船 就只有巴斯來不及上去 所以就 最後巴斯就跟水晶燃料一起噴到外太空 這時沒有被炸死的札克 又來攪局 一心只想要拿到水晶燃料 不過下定決心的巴斯 為了要消滅札克 就直接用雷射砲 摧毀了水晶燃料 再度引發了大爆炸 -準備要死去 而這一句台詞也是達克之前在玩總裡面說過的話喔 -準備要死去 -啊!我可以滾 -啊!我可以滾 -啊! -啊! 之後為了要拯救菜菜鳥們 所以巴斯就開啟了他的翅膀 幫他們降速 看到這裡我有點雞皮疙瘩 因為那時候看電影看了那麼久 然後就在想說 巴斯的翅膀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出現 沒想到就是在這邊出現的 哈哈哈哈 整個被去年的我猜中欸 而且前面巴斯都太空船那邊 然後被通緝我也有猜到 我哭了怎麼那麼會猜 討厭 那這一場驚險的劇情結束之後 他們一群人就回到總部 然後在那邊聽指揮官唸他們 準備要接受懲處 但沒有想到 指揮官卻說要讓巴斯自己挑選 太空騎警團隊 讓他繼續保衛家園 而巴斯也因為在過程中 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 所以就選了菜菜鳥們 一起跟他展開新的冒險 而這邊出了任務的地點 就跟動畫中巴斯的包裝盒 上面寫得一模模一樣樣啊 -其實我... 我... 我站在Gamma Quadrant的Sector4 - - - 好啦那最後來分享一下片尾的三個彩蛋 我覺得都蠻有趣的 啊沒有看到的人呢 雪莉姐姐還是會講給你聽啦 第一個片尾彩蛋 可以看到新上任的Burnside指揮官 在辦公室看東西 結果外面就飛來了一隻外星蟲蟲 但是蟲蟲卻因為碰到雷射護網 當場被電死 然後指揮官就很爽的稱讚 哼... 雷射鏈 那這個片段呢 也再次跟大家證明 他們已經成功的做出雷射護網 而且也有在這邊生活下去的決心 那第二個彩蛋就是在基地裡面 嗨嗨的機器人Derek也繼續分析 最棒的路徑給巴斯光年 然後好不容易講到一條最佳路線的時候 才驚覺大家怎麼都走光了 這邊是一個幽默的雙關 因為這個彩蛋大約是在影片結束的8分鐘左右 然後那時候很多觀眾都已經離席了 就沒有看到 所以機器人才會突然轉過來說 欸怎麼大家都走光了 好可愛 然後第三個彩蛋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彩蛋就是在外太空被炸飛的札克 眼睛竟然亮得起來啊 這8層會有續集了吧 你們覺得會不會有續集 會吧 我覺得會有 我是希望他有續集啦 To Infinity To Infinity To Infinity And Beyond To Infinity And Beyond 很可愛吧 這個是野獸國的Toy Story系列的衣服 而且他這系列的衣服我覺得超好穿 因為就是很透氣然後很稀罕 而且他也不容易皺我欸我覺得超神奇的 你知道有時候就是衣服皺皺的穿上去就很不好看 很邋遢 但這個不知道為什麼不會很容易皺 我覺得很強 然後還有超多款是像三眼怪啊 雜客啊然後火腿豬之類的 我覺得每一款都很有特色然後又很好看 而且重點是他現在很便宜耶 買1000折100 然後再送100元折價券給你下次用 最高可以送到500塊 然後第一次下載APP的朋友 還直接多送你500 還有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TEEPER TEEEPR 只要是購買巴斯系列的衣服 單件就在給你打8折 不過呢這個優惠碼直到7月10號而已 聰明的人都知道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我都在懷疑他這樣會不會虧本欸 那今天的朋友 歡迎訂閱我們這點留言去逛逛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其實還有很多彩蛋是我沒有講到的 其實我有點驚於腦啦 我記不太清楚就是所有的片段跟劇情 所以如果你們還有發現什麼小彩蛋啊 或是小細節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非常想要知道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再見 你看他這三眼怪的羅勒綠超好看 而且他背後就是三眼怪 然後還有巴斯 超級可愛的 而且這綠色很漂亮欸 我覺得我超喜歡很漂亮 而且他有不同尺寸就是可以當情侶遺傳 然後雜克的那一款我覺得很潮 就是穿上去就有種酷酷的感覺 然後你看這一個是阿靴的 你不覺得穿起來就像是 我是壞小孩我今天很叛逆 穿上去就有一種叛逆的力量 就有種這種感覺 都覺得很潮很可愛 然後你看這個火腿豬的 是不是很可愛 謝謝 我覺得他是就是會飛的火腿豬 有夠Q的 他們每一件衣服旁邊都有一個這個小標籤 然後上面寫Toy Story 很用心欸 對連這個尾巴都有小巧思 受不了欸 果然是皮克式的東西啊 然後還有這一件 他上面寫Space Ranger 就是前面就是很素很好看 然後後面是手繪版的logo 也是很好看吧 他下面寫Buzz Lightyear 這一件就是很適合就是清新小女神穿 像是我 最喜歡這一件 這一件我很想反著穿欸 欸這邊怎麼那麼可愛啊 仔細看一下他這麼可愛 我不動給你看 沒有看到嗎 喜歡巴斯光臉的朋友 趕快手刀去買 知道7月10號知道嗎 想要我穿過的這一件 不可能 因為我要自己穿 接著巴斯跟愛麗莎 好想講愛麗莎莎喔 我要掃蝦了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用那個什麼 Google Google小姐就好 突然想到我沒有看到 皮薩星球車跟A113在那邊 快去看 To EFINITY And 而且 by bwd6